目前来看AVIDIA RTX 307的显卡已经有了5款产品 除开已经发售的RTX3090、3080、3070以及3060Ti以外 面向主流玩家的RTX3060也已经提倡了日程 而原本定于月底发售的RTX3080Ti现已无限延期 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可能 至于详细情况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关于此前的消息可以得知 由于矿卡盛情和黄牛风抢的缘故 目前RTX307显卡的供货情况已经严重不足 除开RTX3090还能在市面上见到少量的货源以外 其他产品要么下架要么只能加价才能购买 而作为前普RTX3090以及RTX3080之间巨大空缺的RTX3080Ti 现在连个影都没有 更别说发售了 但如果按照计划来看RTX3080Ti是势必要推出的 毕竟这张显卡是专门用于对抗SUMADA RX6900XT的 如果不推出这完全不符合PE刀客的一贯作风啊 至于RTX3080Ti将拥有什么样的性能 目前能够知道的是 RTX3080Ti的核心规格与RTX3090保持一致 也就是拥有10496个Cuda核心 82个计算单元 82个RT核心 328个张量内核 仍将会由三星8nm工艺的GA102-250核心打造 但搭配的GDDR6X显存规格 将从RTX3090的3824bit 24GB降到20GB 320bit 加速频率也会从1695MHz降至1635MHz 整卡功耗也将来到和RTX3080同等级的320W左右 当然这样的主要目的还是用于与3090区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规格参数都在透露着RTX3080Ti的具体性能 应该是无限接近RTX3090的 如要粗略计算的话 应该会比RTX3080强上10%左右 比RTX3090弱5%到10%左右 毕竟RTX3090也只比RTX3080强上15%到20% 另外从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它的起售价应该和苏玛的6900XT一致 也就有7999元 这可比3090要便宜三分之一啊 如果3080Ti真的要推出 那也就意味着3090将会被老黄无情的被刺 但现在来看RTX3080Ti的发售时间简直是扑朔迷离 从最初的1月说到了2月 之后又变成了春节前后 而根据Gaming Nexus的最新消息表示 RTX3080Ti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 基本就相当于取消了 这一原因主要还是因为RTX3070的供货情况严重不足 春节前后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善所导致的 与其增加一个买不到的空气型号 而不如强化现有的产品货源 更何况随着RTX3070显卡笔记本的上市 装面卡的产能肯定会被挤掉一大部分 供应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反观AMD的RX6000系列就更别提了 已经顿落虚空 不会对NVIDIA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所以NVID方面根本就不慌 啥时候产能上来了 啥时候再退出也不迟 但即便是真的要公布了 那么在国内估计也将和RTX3080一样 仍然是一片难求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烧机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 ó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